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圖是空間的一個長方體 以致頂點Z這一點是E24 它要求頂點ABCDEF 首先我們看A點 A點的話 是Z點在X軸上面的正色影 或者是說頭影點 就是說劃垂線過來 那我們曉得在一軸上面的頭影點就是100 所以A這一點它的座標是等於100 再我們看B點 B點的話就是Z點在Y軸上面的頭影點 或者是說在Y軸上面的垂足 或者是說正色影 都可以 這個等於多少 Y軸上面的就是有2 其他都等於0 0、2、0 這我們看C點 C點的話是Z點在一軸上面的正色影 或者是投影點 或是投影點 這個是等於004 004 好 再我們看CDE 1點 是什麼 是Z點在XZ平面上面的垂足 所以是104 比如說投影點 這一點的話等於多少 就把它投影過去 投影點 再一軸上面的 就那個 不是一軸 是SZ平面 那SZ平面的話 Y軸標等於0 所以這是0 所以是104 好 再我們看F點 F點的話 是G點 在什麼 在Y軸平面上的投影點 就Y軸 那X分量等於0 所以這是0 Y軸 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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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